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比较多 但是有一个breaking news 我们跟大家交换一下想法 也就是昨天我在节目里边 我说有网友传过来一个视频 就是有朋友 有网络的YouTuber 他们在 他们制作了一个关于蔡英文 大选作弊的一些片段 这些片段有包括他们纸箱里边做夹层 有包括他们把选票往这里塞 也有包括那些 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折叠过的选票 预先已经放那个地方了 也有包括他们用笔 这个笔是换了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笔 等等等等 做了这样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在网上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反响 因为它确实告诉我们一些 过去我们之前所分析没有见过的一些镜头 有一些新的分析 这些新的分析 至少也证明 整个这个蔡英文这个大选呢 是作弊的 是造假的 而且根据他们的分析呢 至少做了400万的票 这个跟我们的预测差不多 我们当时预测也是 蔡英文当年是600万 2016年 到现在他应该减200万 他应该是400万的得票 但是呢他做了800万 因此正负下来以后呢 实际上他一共做了至少400万的票 这个和前面他们YouTuber 他们做的这个结论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他们在整个分析 这个蔡英文的做票过程当中呢 他们找到了很多细节 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据 也就是这些证据呢 是被他们拍下来的 然后他们做了一些技术分析 他们如何的去把这个做夹层 如何这个选票根本就没有折叠 如何的把韩国瑜的票往这里塞 这些细节都是形成了一些证据 让我们大家看到 蔡英文这个政府 这次大选就是做票 就是作弊 就是造假 让全世界都知道 21世纪民主的台湾 执政党蔡英文 如何在2020总统大选 做票400万张以上 蔡英文在民进党内总统初选时 就用了卑鄙的手段 以网军和假民调 去攻击他的对手赖清德 将民调赢他将近20%的赖清德 给压下 最后更动手脚 将赖清德做掉 这是全台湾众所周知的事 当到了与韩国瑜对决的时候 蔡英文当然必须顾忌从事 先是不断用假民调来混淆视听 用1450来攻击抹黑韩国瑜 之后便是用最肮脏的手段 做票来赢得胜选 2020的总统选举 蔡英文其窘境 与当年的陈水扁一样 有下台的高可能性 也因此蔡英文心知肚明 若要胜选 唯有做票意图 而这一次 蔡英文直接就让有 伪造文书 经验丰富的李静勇 从中选会来动手脚 李静勇利用中选会的职权 控制各地选务 由中选会直接派人 进驻各乡镇事工所 大量任用他们训练过的特定人士 混为选务人员 更在投票箱与投票工具上动手脚 以下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作票动机 1. 临时增加1346个投票所 2. 将投票人数从1500降为1200人 3. 选前突然将投票箱改为纸箱 4. 混淆选举规则 选务人员不公开投票人数与空白票 这些异于以往的改变 里面都隐藏着作票动机 各地投票人口没有增多 中选会却刻意增加投票所 这多出的1346个投票所 每个投票所以1200人来算 就增加了有160几万人 而中选会说 这是将人数从1500降为1200人的缘故 所以才要增设投票所 但是我们来看 许多投票所出现的投票人数 尽多暴增到1400至1600人 也就是说中选会宣称 把各投票所的人数 降为1200人以下的做法 是谎称 实际上是为了增加贯票的空间 我们从许多投开票所的投票人数 并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这证实了中选会增设投票所 与将投票人数降至1200人以下 是幌子 是欺骗 其所要到达的目的 就是灌票 接着我们来看 投票人数的算法 那我们投开票所来分两边发票 然后一直发一直发都没有停止过 这样才发到4点也才1000人 此次大选是前所未见的冷清 不但不用排队 走进去倒走出来 前后也无几人 但是却出现极高的投票率 在这样冷清少人投票的情形下 许多投开票所 如何能开出1000多张的选票 这次选举 全台处处都出现这种异常的情况 也就是投票率 与实际出来投票的人数 并不符合 这里面当然就有人灌票 人民难道不能检查你政府 有没有动手脚搞鬼 就凭你利用公权力 你说了算吗 公权力是人民赋予你的 政府借此搞鬼 人民就要以行动告诉你 不行 开票前 选务人员为什么不公开投票人数 与空白票 因为投票人数的不确定性 再加上压在箱底的选票 会在投票率上发生不合理的情形 举例来说 一个1000人的投票所 若是有70% 也就是700人去投票 如果加上做票 事先灌在票箱底的400张票 那么投票所便会出现 110%的投票率 这样不就穿帮了吗 这就是中选会处处都要设计好 针对做票的因应之道 中选会李靖勇等人 为什么要滥用职权 在选前将传统使用的票箱 突然改为纸箱 中选会的这个动作 完全是有目的的设计 然而天底下男友不被拆穿的秘密 老天自有安排 我们稍后便可见分晓 2020选举 2020选举 统计数据出现异常 揭露大规模做票 在有两个主要政党为投票主轴的选举中 两个政党的相对支持度应该是呈现负相关 因为当一个政党的得票数增加 另一个政党就必然出现得票减少的概率 所谓的负相关是此起彼落 是悄悄板上下活动的力学结构 也是统计学的基础 早在这次总统大选之前 中选会就已经删除掉了所有2018年 县市长选举的投票数据 为什么 很不巧 有一位电脑博士马志恒 他在2018年选举完之后 就已经把那些数据存起来 而他以2018与2020选举的数据 进行电脑分析之后 得出来的答案是 数据出现高度异常的正相关 显示有大量做票的行为存在 也就是这次选举的诸多选票 是人为产生的结果 而不是来自选民自然投票的行为 简而言之 数据的异常 透露出大量做票的讯息 这也就是中选会害怕 因为数据而揭露出的真相 美国40年来的总统选举 数据都是呈现负相关 台湾这次2020总统大选 竟然是出现异常的正相关 这样的结果 完全违反了统计学的基础 也违反了自然人投票的逻辑 而这些无法解释 也无法成立的投票结果 如果存在事先设计好的大规模做票 就很容易解释 这些不可能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此外 马志恒博士的分析 更深入发现 以图形所显示出的做票形式 有两种 是大量冠票与偷票 接着我们来看 这次选举在投开票所 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选务唱二号韩国瑜的票 计票员听了 字若网文 就是不计票 二号韩国瑜的票 二号韩国瑜的票 一个选务人员 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偷票 背后必定是有主事者 授予其如此做的任务 中选会难道不是主事者吗 唱票随便唱 不看票也能唱 这么多不守法的选务人员 究竟是谁训练的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国家这么重要的总统大选 怎么会是用蜡笔 描来描去的计票 用蜡笔计票 设计的用途是什么 而他们用的 又是什么样的蜡笔呢 答案是神奇水蜡笔 用马克笔计票 写下去之后就无法再更改 但是以神奇水蜡笔计票 用湿纸巾轻轻一擦 就可以将原先写的字机全部消除 我们来看 这张计票纸 为什么计选票的地方不用马克笔 而是刻意改用蜡笔 答案很简单 因为可以插掉原记录 篡改得票数 票箱里面有做夹成 票箱里面有做夹成 高雄有民众发现 票箱内有夹成 台北也有民众拍到 票箱内有夹成 这不是巧合 是全国性做票 这位选物人员 忽然从隐秘的椅子上 拿出一叠叠整齐的票 他一边打开这些密合的票 一边往后退 是要避开民众的摄影 显然他知道什么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见 他手上的这些选票 没有一点折痕 而且非常整齐 像是从银行取出来 一整叠的钞票 这一看就知道 不是选民投出来的票 因为选民投出来的票 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折痕 这些整齐 没有折痕的选票 很明显 是来自于票箱底 在之前就预偿的选票 这些选务人员 显然都知道票箱内有夹成 因为做贼心虚 所以把夹成用的纸板 掀起来给大家看 检查一下 里面没有票 这个动作 明白地告诉我们 他们都知道是有夹成的 而他们也都清楚 之前夹成里面是有灌票的 另外我们还发现到 这个夹成板有设计一个缺口 缺口的设计 是为了让做票的人 能容易打开夹成 方便取出底下所灌的票 那些选务人员可以轻易地 直接去勾那个缺口 打开夹成 而这些压在箱底的票 当被大量取出时 就是一叠叠被压得很紧 整齐没有折痕的票 事实上时间紧迫 他们当下是不可能有时间 再去一张张制造折痕 所以从箱底拿出来的灌票 全都是整齐的 现在我们来看 一叠一百张的选票 就像我们从银行取出的 一叠十万元的钞票一样 厚度是连两公分都不到 总统票箱内最少可平铺四叠 也就是在票箱内 让人根本就察觉不出来 有灌票的情况下 一个票箱至少可灌 四百到五百张选票 这次选举 全国有一万七千五百个 投开票所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改用纸箱 总统票箱 大约就有一万五千个纸箱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隐藏在那张椅子上的一叠票 大约有一百张上下的选票 一个总统票箱内 至少可以灌四叠 请大家去算算 一个纸箱若只灌四百张票 可以灌出多少张票 以纸箱底藏票的方式来灌票 要灌出四百万张以上的选票 是轻而易举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总统大选 投票人数少 投票率却飙高的原因 因为夹城内有灌票 为什么每个负责检票的选务人员 都很仔细地在查看每一张选票呢 为什么他们是在不同的投票所 却都出现一致 异常的行为呢 而这位选务人员 不主张把票拿出来唱票 却是双手伸入票箱内 不停地在票箱内翻动 他是在寻找什么呢 我们又注意到这位选务人员 竟然把捡出来的票 又悄悄地丢回票箱 他要做什么 接着 场景转到了这个投开票所 竟然变成一伙人 违法地把手都伸进票箱 全部都在票箱内缴获 挑票 检查每一张票 而在这个长达五分钟 民众所录到的开票实况中 完全只有出现三号蔡英文 一个人的票 打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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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不知名 在投票所内无法无天 违法乱计 进行做票的人 他们把三号蔡英文的票 挑出来唱票计票 而把其他候选人的票 大把抓在手上 这不用想 他们手握大把的票 当然是二号韩国鱼的票 不把韩国鱼的票拿出来计算 这些二号的票 他们要怎样让它消失呢 在这五分钟的民众录影 连续开出75张蔡英文的票 以蔡英文这次的得票率 57%来计算 出现这样子的情形 是不合理的 因为在合理范围内 她需要有99%以上的得票率 才有可能出现 连续开出75张选票的几率 这不是做票做出来的是什么呢 而在其他的投开票所也出现 整个计票上 只有三号蔡英文一个人的票 不可思议的场景 也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几率 难道这场选举 只有蔡英文一个人在选吗 我们接着再看 当选务人员把票箱内的甲板 掀开来的时候 票箱底瞬间开口了 这场景太令人震惊 太不可思议了 总统选举的票箱 箱底竟然是活动式可开口的 票箱底不是必须封死的吗 不 这些票箱的箱底 是刻意设计成活动式的 是可以随意开口的 由此我们明白了 箱底的活动可开口 原来是为了让这些选务人员 可以将他们丢回票箱 二号韩国鱼的票 从箱底的洞偷出去 这样即使民众在现场 也不会发现 更何况这次有太多投票所 增加选务人员 除了共同坐票之外 他们还会随时应变 遮蔽民众的视线 以便动手脚 将二号韩国鱼的票 从票箱底 偷出去 纸箱内不但有夹成 还开河有洞 这些都是为坐票而设计 民进党在2004年 设计用319 诈骗全台湾的人民 做掉了当时真正的总统连战 如今319证实是一场夺取大卫的骗局 谁能还连战的总统大卫 更重要的是谁能还我们国家被陈水扁贪污 毁坏掉的根基 现在换成蔡英文 施政四年 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衰退 民不聊生 操控媒体 破坏民主社会的价值 散布谣言 在年轻人心中制造仇恨 民主法治被他践踏 破坏殆尽 中华民国在蔡英文手上 已经成为独裁国家 在此 我们要问所有民主国家的人民 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 执政者可随意更改投票箱 为此箱吗 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 能用可擦式水蜡笔来计票吗 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 票箱内可以有夹层吗 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 票箱底可以活动式的任意开口吗 这在任何民主国家的选举都不被允许 2020总统大选 是全国性有计划的作票 主谋是蔡英文集团 操盘手是李靖勇 眼前所见的事实就是民调 真正的民调不容被骗 也造假不了 试问一个没有钱存进银行的人 账户内如何能爆出大量存款 这在民主国家 是必须要交代清楚钱的来源 否则必然是以非法取得论 而蔡英文爆出的这817万票 是怎么来的呢 蔡英文四年荒诞不经的施政 早已让人民远离他 我们从他冷清的造势场合 可以看出这817万票 毫无疑问就是非法取 蔡英文 你用最卑劣肮脏的手段作票 窃取国家大位 你是中华民国的国贼 你的许多诈骗行为 以为世人所不辞 你手握执政权 国家机器 用以欺压人民 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你违法乱纪 更致选举 是以坐票来胜选 你认为人民 没有反抗的能力吗 2016年韩国总统朴槿惠 贪污滥权 被人民轰下台 量呛入狱 继而上位的总统文在寅 也在2019年 因为任用贪污腐败的官员 不为人民所允许 出现300多万人民 上街罢免他 韩国人民要求清除政权的击毙 建立公正平等正义的国家 反观今日台湾的蔡英文 不顾人民的反对 坚持找一位有 未造文书记录的李静勇 当中选会主委 大举帮他进行坐票 此外 专机走私 论文造假 施政腐败 司法滥权 手段卑鄙 肮脏 百倍于韩国的朴槿惠 宇文在寅 韩国人民会勇敢地站出来 轰步法的总统下台 在民主的台湾 人民一样做得到 蔡英文 你的坐票动机被拆穿 犯罪现行被拍录 科学数据 是你无法再狡辩的铁证 证据确凿 你无法再赖 人民也绝不允许你再赖 你只有下台意图 不要让人民站出来 轰你下台 我们有这样的决心 你不要低估 住宇文 like you 你下台意图 那麽 我家族 我家族 BC 我家族 这些东西 :「 記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通了一下电话 通了一下电话呢 也就是我具体的想问一下 到底在台湾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这位朋友他在台湾 那我也征得他的同意 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名字向大家公布一下 他说可以 他说他的名字是Jason Lee 我说可不可以把你的照片 把你的影像跟大家公布一下 他也说可以 我呢现在就把我们两个人刚才电话中所对话的时候 有一些内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个实情 也就是这位网友 这位Jason 他呢上传了两部片子 一个是关于319的 一个是关于蔡英文作弊的 说必须下台 那这两部片子出来以后 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一些作票的细节 这个呢非常是有 非常有正面意义的 也有值得保存价值的 但是根据他说呢 根据Jason电话里告诉我 他说晚上他们家的门铃就叮当叮当叮当 一直在响 他说他刚开始他不想接 他知道不会有人来找他 那门铃要不就是广告啊 要不就是放错呀 他认为这个不应该是找他的人 所以呢他就一直就没有理这个门铃 所以这个门铃呢一直在响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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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很长时间 他呢就想下楼去看一看 所以他就下到楼下 到楼下以后呢把门打开以后呢 这方按门铃的人呢 说是刑事警察局的 刑事局的 说问他几个问题 问题呢就是要问他 这个YouTube这个上传 就拿着他这个 他上传这个照片 说这个是不是你上传的这个影片 那他当时就说这个是我上传的 那好那警察就说呢 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到刑事警察局去 去做一个口供 做一个比供 那根据他的描述过程呢 那他就被警察就带往了警察局 但是带他去警察局的时候呢 并且并没有出示一个传票 并没有说你被证实怎么怎么样了 也没有 他就去了 他认为可以跟你去 到了警察局以后呢 警察局问了他很多问题 你是在什么地方上传的 这个片子是谁制作的 等等等等 然后呢要求他把它要删掉 要下架 说如果你要是不下架的话 我们可能对你进行罚款 也有可能把你告上法庭 让你接受官司 这样一切一切的 这种这个过程做完了以后呢 当时这个Jason呢 按照他讲的 就是说他同意把这个影片的下来 不再公布了 那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在电话中的 做了一些沟通 然后他也同意说 我呢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就是他被台湾的刑事警察局 叫去做了一次传唤 这次传唤呢 做了一口供 并且告诉呢 结论就是不许再做了 如果再做的话 罚款或者是告上法庭 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蔡政府 动用国家机器 直接去封杀那些 说蔡英文大选作弊的这些消息 整个你在台湾 现在你是看不到有人说 蔡英文2020大选作弊的新闻 完全没有 根据Jason介绍 他对国民党比较了解 他说他非常非常疑惑的就是 为什么在现在 整个的国民党 没有一个人说 蔡英文这次2020是做票 他说他也问过周习伟 他也问过洪秀柱 他也问过他的国民党里边的朋友 甚至他也问过 他在TVBS里边的同学和朋友 他问这些人 这些人通通的都不敢提这个字 都不敢说蔡英文做票 都说的是光病弹簧的一个假的 就是不认为 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他认为这个事情 其实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从国民党 从TVBS 从整个台湾的社会 没有一个人敢说 蔡英文2020总统 是做出来的 没有人敢说 而他放出这个影片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票是做出来的 两天的时间 就被刑事警察局上门了 上门了呢 就已经威胁他了 不许再做了 他现在也不知道 下边应该是继续做呢 还是不做呢 他现在也在疑惑过程当中 那我们在电话中 有一些的沟通 通过跟他的谈话当中呢 我就感觉到 现在台湾确实 就是一个白色恐怖 或者有人说叫绿色恐怖 没关系了 是白是绿 反正就是一个恐怖 什么恐怖呢 台湾现在就是北朝鲜 你不能说金正恩一个字 只要你说金正恩一个字 不好了 那就你就倒霉了 警察就上门了 还是刑事警察局 这个就是刑事犯罪了 在台湾 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觉得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只是说 我把我和Jason之间的通话的 大致内容 以及我所了解到的 在台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结论就是 现在台湾的确是在白色恐怖 的确蔡英文所用的这个就是独裁专制的法西斯政策 法西斯政权 这个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现实 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就展现在台湾人民的面前了 所以这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新闻之一 也是刚刚结束了和他的通话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也是Jason希望我能够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帮助他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让大家了解真相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两部片子突然的消失了 突然的被下架了 原因就是警察刑事警察局上门已经按他的门铃了 这是今天要谈的话题之一 话题之二 就是网友也传了一些简讯给我 就是在4月11号 曾淼洪先生他要有一个说明会 曾淼洪先生和贺德文老师 他们要办一个还是关于蔡英文假博士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活动呢 如果可能的话呢 大家尽可能的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为这个在台湾 我们称台湾现在是星星之火 在台湾所有的主流媒体 都不再说蔡英文假博士这个事情了 台湾所有的报纸也好 不管是自媒体也好 也很少除了彭文正老师的栏目 个别的栏目之外 几乎也不再提蔡英文假博士这个事情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贺德分老师还有曾淼洪老师 依然能够站出来继续就蔡英文假博士这个事情 向社会发声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精神呢 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是值得我们去支持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应该去支持曾淼洪先生这样的一个 4月11号在台北市 他有一个关于蔡英文假博士的一个研讨会 我们就叫做研讨会吧 这个是非常正义的 是非常正义的行动 我呢表示非常的敬佩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应该去声援 去支援曾淼洪先生 去声援贺德分老师 这也是我的想法 我们把曾淼洪先生和贺德分老师这样的行动呢 就定义为现在在台湾的星星之火 这个星星之火 早晚是可以燎原的 这个星星之火是非常宝贵的 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星星之火 值得我们大家去敬佩 值得我们大家去尊重 值得我们大家去支持 我们希望有一天 这个星星之火在台湾可以燎原 可以让蔡英文这个贾博士下台 可以让蔡英文这个贾博士公布于众 可以让所有的台湾人民知道 蔡英文是一个贾博士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